近來好像是比較多大事 又是很傷心、令人心寒、心痛的新聞 連天都下雨 都是很灰沉的 誰知有一件好像沒那麼灰沉的事出現 我原本覺得很小事,原來都是頭版的 是甚麼呀?很多東西是頭版的 是呀,有隻東西? 有隻東西,這次有兩隻 來了香港就好像是盛事那樣的 是呀,是呀,這件全城盛事 近來已經算是最開心的事了 說回頭,第一次知道 不是說十年前,第一次知道他們來了 是甚麼時候呢?大約 你再說一次,第一次知道 你最早知道這兩件東西 這兩隻東西來了香港 是多久之前? 幾天,是嗎? 幾天 哦,可能我比你早早 我早了一個星期 已經知道他們在不知道是青衣還是哪裡呢 是下水、試水的 試水的 是呀,因為見到有人拍到他們出來 那天果然在同一天的下午稍後 傳媒到處都說了 就說有兩隻黃色的物體 是下水、試水的 那我就發現原來黃色 大家可能不小心 家中都有這些黃色物體 那我也特意拿了我那隻出來 是啊,很可惜我們沒有開鏡頭 大家看不到 那原來就是 你這隻黃色物體很特別 是啊,我就是在網購 就發現了一隻測試水溫的油水鴨鴨 哦,用來試水溫 是啊,用來試水溫 不是應該用一隻青蛙 是,是試水溫 是的 黃色鴨鴨就比不知道什麼色的青蛙 青色的青蛙 就是在洗澡的時候 假裝去日本浸溫泉 假裝浸溫泉的時候 就放黃色鴨鴨 它就會顯示水溫 太熱就會閃燈 是的,所以我就發現 原來我也有 聽說黃色鴨鴨是一個疑事回憶 那我就沒有這個疑事回憶 不是我們的疑事 再小過我們那些 是嗎? 小過你那些 是嗎? 原來真的曾經很流行 再小一點的時候才有 哦 即是再小一點的一代 才有黃色鴨鴨在他們的洗澡的時候出現 嗯嗯嗯 是的,於是就好像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黃色鴨鴨還要這麼大 很過癮 是的,好像是傳承盛事 就忽然間變成 更勝過這個 什麼年初二放煙花 什麼環彩回香港 那些都沒有這麼大件事 是的 一湧光去維港兩岸去看東西 那又成就很厲害 是的 但是我的困惑就是 其實是這樣 雖然說 現在你拿著一隻 我對著你拿著那隻的 黃色鴨仔 又說用來看水溫 但是呢 說大那兩隻 巨黃鴨呢 其實是哪位來的呢 其實我不知道它是哪個 後來原來 然後還說呢 原來十年前已經來過 其中一個十年前來過的 但是 是什麼水來的呢 它們為什麼會來的呢 它們來做什麼的呢 全部我們是 我們是不知道的 它們特意來香港 給我們打卡 照它沒有什麼理由的 如果刻意翻查資料呢 其實都有講一點點的 就是有某間 都是很推廣這些藝術的 就做這些裝置藝術的公司 這個叫做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公司 然後又有這個荷蘭的藝術家 就搞這一隻巨黃鴨 他們聯合 即是你說的荷蘭藝術家 就是整個黃鴨 整個黃鴨的啦 然後有一間 香港 Base 中文不知叫什麼 就是 建基香港 扎根香港 扎根香港的一間藝術的公司 就去協助這一件事 去辦這一件事 應該是全球巡遊的那樣款的 然後呢 曾經巡遊員來香港 又再來啦 今次 今次就Double 就兩隻 對呀 打馬上好像 加倍高興 對呀 加倍高興 Double Double Happiness 對呀 我們又見到一些 英文媒體 原來都有這樣解釋這件事的 就趁著這個 開心香港的 HAPPY HONG KONG 的這個推動呢 那麼它呢 這個Double Duck 就鞋陰這個 Double Luck 那所以呢 兩隻鴨就起臨門呢 就帶來更加多的福氣啦 那所以呢 這樣呀 配合到這個政府 其實它不用Double Duck 又Double Luck Double Duck 本身已經是與大相關 Duck 好Duck 就是一個懂得廣東話 香港人就一定Duck 就是一個得不夠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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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Duck 原來是呼應這個 開心香港的 那我又不知道 也是呀 那又是呀 大家這麼開心 是不是 就是 有什麼幾可這麼開心 香港 搞這件事 你說又送機票 又整個送給人家 不是送給我們 就是這個 幾好 現在有兩隻巨鴨來 就是 在那兒 是的 任何可以打卡的東西 這個世代都已經是 有開心了 就是要一窩蜂去一下 又要報道一下 讓大家知道有得打卡 有得打卡 還有好像說 除了它兩位 就是在海裡之外 就是我們城市周圍 有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些 弄了一些這樣的黃鴨東西 突襲 快閃突襲 大佛 什麼這些 是的 還有有些 直接有些是建設了在那兒的 好像不知道 某些地區是有這樣的東西的 就是我都 因為我沒有特別留意 這個不追的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問 就是 不過你也未必答到 就是那個荷蘭藝術家 這個大鴨荷蘭藝術家 跟你說那些洗澡的 你這個小黃鴨 其實是否有關 是否那些小黃鴨本身 其實都是由它設計出來的 我發現原來我們是 可能都不是很關心 或者是 其實我們不是很知道的 也都不覺得有人 覺得需要報導的 所以 為什麼有黃鴨 或者怎麼來 跟那個藝術家 有什麼關係 在哪個公司搞 我們全部都不是很在乎的 所以你才會知道 就是總之有鴨 總之來拍照 總之開心 又是呀 是呀 難怪我剛才也要問一堆問題 就是我完全都不知道 來龍去脈 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它會來呢 為什麼它會來得到的呢 就是 沒有人回答的 就是先來得到的 就是一定要放兩大塊東西 在海裡 當然要政府批准的 是啊 如果我無緣無故 整個催氣 我自己放在海裡 就一早就沒收了 或者根本去不到位置 但是它來到 就有政府的批准 就是有可能需要申請很多東西 就是 就是這些後面的故事 我們完全不知道 是沒有人講過 沒有人報導過 我覺得這個才是 這件事 對我來說 就是職業病 就是有趣之處 沒有人講的 你為什麼深入調查 然後報導這個位置 為什麼沒有人理會 為什麼沒有人會說這件事 沒有人提過 我們完全 基本上香港99%的人是不知道的 是啊 也都好像不在乎 或者應該要不在乎 就是 最重要的新聞就是 啊來了 拍照 哎呀 扁了 是啊 扁了 就是要報一次的 是啊 哎呀 是啊 那我又奇怪 為什麼沒有找一些風水師去報一下扁了 代表什麼意思呢 可能有啊 我們沒有留意而已 是啊 有沒有呢 就是這個什麼師傅啊 什麼那些 有沒有出來分析一下 就是這個 洩氣的問題啊 是啊 洩氣的問題啊 如果聖眾知道原來哪一份報紙有講過 這個洩氣是代表什麼意思啊 香港的風水命脈 接下來的運程如何啊 可以在這個 社交媒體留言 在我們的Facebook那裏留言 解一下給我們聽 解一下給我們聽 或者解一下 可能有些專業人士可以直接解給我們聽 好 但是呢 轉過頭 原來扁了又是新聞了 是不是 復活了 又是賬了 又是新聞 又再來一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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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麼快的復活詞 說回他扁了那一刻 怎樣啊 就很戲劇性的 你有沒有看過那段片 他扁的過程 就是一來就來的 那當然啦 那當時在海邊看著那些人 立即蜂擁過去 衝過去看看是什麼事的 那是短短很短的 一幾十秒之內 十幾二十秒之內 整隻變了扁 一匹那樣 扁皮鴨 扁皮鴨 扁皮鴨在海邊 那是 都很離奇的 這件事 對我來說 但是 但是市面的反應是怎樣呢 以你所觀察是覺得 哎呀 那麼慘啊 哎呀 那麼可惜啊 還是又是覺得 哎呀那麼搞笑的呢 又很高興 你知道香港人是這樣的嘛 有些慘事都會在那裡 幸災樂禍的嘛 哎呀 抽水抽水 對啦 看到別人說得粗俗一些 看到別人的仆街 就拍人的時候 哎呀好厲害 仆街哦 這樣嘛 不要剪我啊 這個不是粗口 不是粗口來的嘛 只是 奏助別人的說話而已 不是粗口來的 但是 好啦 那隻鴨扁了 那些人是不是 都有一些人 我相信會有的 有些人很幸災樂禍的 哎呀 活該他死啦 在那裡那麼熱 在海裡浮著浮著 以為很聰明嗎 終於是 撐不住就扁了 我覺得第一個反應 就好像我這些 扁了 那又怎樣啊 他來又 那又怎樣啊 扁又怎樣啊 漲翻又怎樣啊 你是一個比我更加冷漠的人 那又怎樣啊 不知為何要說 第二種就是 哎呀 好悲傷啊 如果他說 這個近來唯一開心的事 都這樣 扁了 心情隨著 好悲傷的 好悲傷的 都少少擔心 有些小朋友 真是會很悲傷的 看著 即是他很喜歡 如果他看著 即是 其實災難 很traumatic 同面陰影的 是啊 他越 原本越期待越開心 這件扁了的事 對他來說 越打擊 是啊 是啊 那第三種 就是 臭熱鬧的人 就是 總之有事發生 就開心 興奮 所以呢 來又興奮 有事發生 扁了 都是興奮 喂 拍啊 傳出去 告訴別人 總之要有事發生 所以我經常 這些我想起 課室的情境是甚麼呢 就是怎樣 課室每天上課 很悶 就算是壞事 後面 B同學 賴屎 都很開心 哇 賴屎啊 你的學生 好像是成年人 很大 現在 但是以前有教一些小的 或者自己讀書的經歷 都有人賴屎 也試過有人中學賴屎 蛤 他有病而已 那些應該是 中學 初中啦 但是他不好意思說出來 不好意思舉手 去說要去廁所 結果 他可能不知道是 一件去到這樣的程度的事 結果他就賴了 哎呀 是說了一輩子 就是 多麼重要 就是說在當時來說 說了一輩子 那我的同學裏面 低了我一班 是幼稚園的 你想想多久以前 就是說了一輩子 是啊 因為他給一個 很慘啊 其實現在的看法 就是給一個老師 是abuse 不讓他去 不是不讓他去 老師幫他改了 幼稚園先生 他竟然幫一個小朋友改了 名字叫賴屎褲 哎呀 即是他叫欣慰褲 我還記得那個學生 還開人全名 哈哈 不好意思啊 欣慰褲 還說第二次 就是這樣 先生說 哎呀 你真是賴屎褲 變成我們笑了他一輩子 哎呀 是啊 我們不覺得興奮 就說了 去到爆別人的過往的事 你看 我們回去 沒有爆別人的名字 我們回去回去 回去回去 好了 但他意思是想說什麼 其實好事壞事 總之有些事情發生 總之最害怕的就是沒事 是的 有一種人就是這樣 總之壞事也好 總之哇 好興奮 神上線素上線 有些事爆出來 危險也好 總之都是要有事 要有事發生 是的 所以扁了鴨 都是值得記錄的 值得擺上社交媒體 好過沒有 他記錄和擺上社交媒體 是一件事 而是他的態度 他在那裏 即是怎樣說那件事 即是怎樣 frame 那件事 即是怎樣 frame 那件事 就才是 才是個重點 我覺得 即是有一種就是 哎呀 這樣 這樣鋪出來 是的 另一種就是 喂 你看 你看 多過癮 多搞事 哎呀 扁了 有些甚至有些人說 抵他死啦 那些 有得 行載樂和式 喂 不過我覺得 這隻鴨 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於大家留心聽 是 就是他前天 星期六是 即是洩氣的 是 今天是第三天 他真是第三天復活 是 怎樣啊 耶穌派他來的 不是耶穌派他來的 我怕他不知是否和耶穌 爭 爭飯吃 是啊 咦 現在我們真的親眼 很多人 千千萬萬香港人 親眼見證到他 第三天復活 咦 可以開一個新的邪教 你不要那麼快說 邪教才可以開一個新的教派 新興宗教 就是黃鴨教 還是扁鴨教 不是扁鴨教 黃鴨教好一點 黃鴨教 不過又怕黃字 就有些人不太接受到 哦 可以 可以奪回黃色的意義 誰奪回黃色的意義 越講越複雜 為什麼黃鴨教 我們令他上位 令到香港人 全部永遠都這麼開心 黃鴨教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香港人 首先要看回頭 就是黃鴨他出現 是不是真的令到香港人 很開心 你覺得 都開心的 都開心的 不同程度 但也不會是不開心 不是不開心 是啊 你看他快閃衝擊 這個大佛 都要報一頓 喂 這樣啊 但是你有沒有接觸到一些人呢 我知道你有些朋友 你認識的朋友 很領類的 比我更加領類 即比我的朋友更領類很多 即你有沒有那些朋友 是覺得黃鴨泥是很反感的 即是覺得我們應該要抵制他 不要去打卡 不要說這件事 有沒有呢 我有見到少量 很少量 即是都有的 就講 即是鴨是不環保 它的 譬如作為小朋友玩具 其實它的安全標準不達標 是那些 是那些 是那些小版 還有那些鴨運送去各地的時候 又不小心捨得整個海都一樣 即是 哦那些小鴨 都屬於一種污染的意思 是 這個是同意的 環保角度 但是它不是針對那隻大鴨 就沒有 好像沒有 是 還有沒有覺得黃鴨一定是有問題 是 那有沒有人針對那隻鴨的顏色呢 又真是 好像沒有人講 我覺得沒有人講 你有沒有見到有人講 除了我 即是我貪得意地講 就是在其他人的Facebook上留言的時候說 我是搞事地講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大家心知肚明 現在那隻鴨的顏色 就在很多情況之下 都被人針對 即是有些人覺得 你不好用那隻顏色 譬如如果你擔遮 你擔那隻顏色的遮 就會引來一些目光的 如果有某些特別的日子 你拿著那種顏色的遮 在某些地方出現 更加是不行的 可能譬如今天 這樣也是 即是你如果穿件衣服 是那隻顏色的話 試過有法庭的法官叫你 你最好換過 另一隻顏色的衣服 但是這隻鴨那麼大隻 這兩個鴨鴨的朋友 那麼大隻 那麼觸目 那麼巨型 在我們的城市中樞 兩岸的中間 在維多利亞港出現 但是沒有人會覺得有問題 如果他很成功地成為了開心的象徵 然後大賣 然後又有黃鴨傘 又有黃鴨拆紙膠 又有黃鴨甚麼甚麼都沒有 可能有黃鴨漢堡 之類的 即是做了給你吃 即是做了給你吃 那這樣 這樣行不行呢 好 我們進入到一個非常之 緊張關頭 緊張關頭 重大的突破 就是黃鴨會不會成為開心香港呢 可以成為一個開心的標記 繼續服侍服務香港呢 成為香港以後開心的一個象徵 它繼續存在 就會提醒到我們開心 幫助到我們開心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要落少許手腳 我們這個商業的運作 可以再提升它 剛才所說的 譬如搞很多黃鴨的產品 令它無處不在 已經有了 黃鴨產品 補我們平安 你都有一隻 細小隻的那些蔥雷 可以再多些 譬如說 整個兒童餐的時候 又送黃鴨的故事 接著又有黃鴨的公仔 鎖匙扣 搞多些 那口飯堆得像鴨一樣 對啦 砌兩粒黃薑飯 變成鴨形狀 對啦 周圍都佈滿著這個開心的象徵 去提醒幫助我們香港人 吃點煙鴨胸 又製造它黃色 製造它黃鴨胸 對啦 那是不是呢 從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 宗教的角度 其實原來是這樣運作的 就是你這個商業市場運作 對於宗教角度 你如果嚴謹來說 我們宗教不用這些市場運作 不是搞這些東西 將那件事情提升的 既然黃鴨有了一個死亡的經驗 在海上進入了死亡 然後呢 第三日復活 有了這個奇蹟 或者神蹟 作為它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就可以將這個 有人可以將這個 第三日復活的神蹟 是傳頌的 下次主日講道的時候 就用它來講啦 嘿 你不要撈亂了基督宗教 現在說黃鴨教 哦 新教獨立對獨立的 新的這個 即是新興的領類的宗教 哦 或者未必是完全是宗教 而是一樣叫類宗教的東西 即是Cosi-Religion 那它可以誘盡一切的宗教的特點 譬如說它有一班的信眾追隨它 信眾都有不同程度 有些是比較圍內的士徒來的 其它的那些就是比較外圍 即是核心的外圍 其它還有很多 即是幾百萬的 就是普通的一般的信徒 即是好像香港很多人都說信佛的 其實它只不過久不久去禮一下佛的 或者初一吃一下佛的 或者一年吃一次佛的 即是我阿嬤也挺 這樣咯 那些 即是 但是有些這樣的宗教的層次 宗教論述在這裏 就件事就不同了 哦 件事不同了 不過我們就需要將這個黃鴨 塑造成為一個 剛才說了 具有宗教含義的一個圖騰 好像有些神秘力量那樣 是啊 是有神秘力量 那個神秘力量在於什麼呢 就是你看到它就會開心 是啊 是嗎 怕的時候摸摸它 怕的時候摸摸它 你可以帶它回家 摸在車上 有項鍊嘴掛在胸口 保護你 家裏有隻黃鴨掛在這裏 我門口 斜一斜 鴨鴨是我的家之珠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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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原來可以 如果想做 如果想做 其實可以一直推這個方法 是不是真的可以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可以 即是說就是這樣說 說就是這樣說 我們無緣無故推銷大家 傳銷課程 如何令鴨鴨成為新興宗教 無緣無故變成 我懷疑不行的 嗯 我懷疑呢 你對得它多 又會覺得很平常的 如果它鋪滿了 整地都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整地都是 甚至是厭戶 是啊 又會厭的了 那接著到時 你又要推出另一個代替品 不是的 你懷疑 即是你的懷疑都是合理 即是你對得它多的時候 即是很多人信耶穌都是這樣 即是回教會回得久 又覺得無癮 又沒什麼感覺了 沒什麼感覺 哎牧師講道 講來講去都是那本聖經 喂大哥 當然是這樣 來都是那本聖經而已 即是又覺得行禮如意 如意 行禮如意 那又覺得無癮 那又就是 即是這些聖經叫做 以朵法養 是增添很多師傅 自己 即是自己身癢 自己耳朵痕 就周圍再去找其他東西 嗯 就找些代替品 對 找些代替品 但如果黃鴨 如果是那些人對得厭了 那又怎樣呢 他的代替品會是甚麼 紫色的牛啊 還是綠色的羊啊 紫色的牛就有咯 沒見過嗎 有一隻賣很久以前的 可能你小時候沒見過 五十不止 有一隻牛奶朱古力 那隻牛是白色和紫色的 是嗎 忘記了 有甚麼印象 但我講不出牌子 講得出都不能說 是嗎 那會不會到時候要換過 第二隻象徵的 不知甚麼 吉祥物 然後呢 就繼續開心 紅色的青蛙 是呀 要繼續開心下去嘛 青蛙好啊 可以用來做你那個測水溫 就是青蛙測水溫 不可以不開心 不應該不開心的 是不是 還有香港也要開心香港 開心香港下去嘛 所以呢 就要繼續換第二隻 大家未驗的 去做這個開心的效果 去提醒大家開心 去幫大家開心 但是呢 這樣想下去 其實是一個毛子警 不停要找代替品 這個是毒品來的 這隻毒品不夠厲害 要轉隻 會不會更厲害的去 就是擱鞠腦 喂 我覺得是一個層次問題的 是呀 怎樣 因為現在 可能黃鴨呢 就未到那個層次 即未有 不夠強力 不夠強力 不是 我不是說一些神秘力量 譬如說 我們想著一些 在一些普及文化裏面的icon 有些是 很長期很持久的 可能它的popularity 即是它的流行程度 是有高有低 有起又下跌 但是呢 過了幾十年 即是都仍然存在 都仍然有批粉絲 即是黃大仙那些 不是黃大仙 我不是說宗教 我只是說普及文化而已 張國榮那樣 繼續都很紅 張國榮繼續很紅 我是在想著一些卡通人 就是紫蘭克皮 譬如Seynupup Snoopy 這類的 其實是很老牌的 Snoopy是很久 幾十年了 有些都是 會不會那些 會去到一個層次 其實是 就是長期的 那些人對著他 都不會覺得 對到厭的 是的 即是以我所知 這個要 Cross Over Wiley 和Eddie 在日本 就這個 多拉 A夢 或者叫叮當 叮當 還有 歐蘭等等 已經是成為 政府宣傳時候用的 歐蘭也可以嗎 是的 它不可以結束的 一個故事 它就要特意不結束 然後它就要 譬如幫忙 提示一下 注意交通安全 貼在路邊 香港都有的 麥兜那些 它要在電梯上 提醒大家 小朋友記住 不要亂按電梯 它的故事不可以結束 它就要繼續 成為親善大使 這簡直是被政府收編了 是的 它要繼續幫忙做事 不可以結束 什麼什麼都是 被政府收編了很久 是的 它就有個使命在這裡 是的 使命必達 都鄉心香港 都可以有個 是呀 即是大使的 是呀 可以有個 這樣的大使 會可以是什麼呢 就是黃鴨 黃鴨 但是你說 剛才說黃鴨 我們都覺得 我都同意你說 黃鴨是會 衰竭的 暫時它沒有那種 持久力的 暫時 那就要煲到有為止 可能加個故事給它 嗯 出版書啊 什麼的 沒錯 它沒有故事 你剛才說 即是多拉A夢啊 或者叮噹啦 我會叫做 柯南啊 或者我舉的 什麼位啊 Snoopy啊 那些 有故事 其實它們是由故事開始 是的 它不是由那隻東西開始 是的 那些人是因為它的故事 而投入了 到它這一個 的 character 那裏 它有它的 人切 又成的 不過黃鴨 就沒有這些人切 嗯 可以給它 是的 不過你剛才說 說日本的多拉A夢 又成的 Crossover Wiley 和Eddie 是的 我還想起另外一個 因為我想起 這個Snoopy的例子 是的 就是真的有一個人 是 怎麼說 大家可能有些朋友知道 哪位是李青池牧師 今年九十歲 我做什麼事啊 他沒事 他今年九十歲 他是一個Snoopy迷的 是的 我曾經早幾年 有一次在街上吃飯的時候 就碰到他 跟他坐在隔壁 隔壁 就談了一大輪 然後那天星期六 大家結帳的時候 我問李牧師 接著去哪裡 他在我出旺角 咦 他在新界很遠 他說出旺角 我說什麼事啊 他說去看Snoopy 他有一間店鋪專賣Snoopy 他久不久都去那間專門店 那時李牧師已經八十七八十八歲 我只聽到你在那裏爆人 又在那裏爆人私隱 不是私隱 只是跟他認識他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歡Snoopy Snoopy有這麼大的魅力 我中學作品比賽都是寫Snoopy 咦 有爆啊 有東西爆 最欣賞作者啊 什麼什麼 我就寫這個人 都挺奇怪的 就會覺得有什麼魅力呢 可以令他長清的呢 是有些東西的 是要多些內涵 內涵啊 他的性格 他的人物關係 那些 然後加上有個厚度 得到很多人的喜愛 所以他才可以長久地成為一個大家喜樂開心的天使 就算我們剛才舉的例子 沒有一個可以長期地達到一種這樣的宗教上狂起的層次 他是你的朋友 可能會在身邊出現 看到很久沒見到 嗨 那種感覺 咦 那可能我們會不會想深一層的時候 推進一步 其實我們的社會 是需要這一種 朋友一點 是的 多一點是這種朋友式的 即是一種陪伴的 即他是會在你旁邊出現的 你是會不難見到他 但是他不是令到你全城空洞 不是那個人來的 咦 你這麼說 我想起之前 英女王逝世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說 他是不是沒有實權 他有什麼用啊 為什麼這麼懷念他的時候 但是原來他就是一種的 那個 穩定的象徵 絕對是 無論世事變改 但是英女王常存 女王陛下絕對是 那種穩定 又見到他那種 有一種不變的東西 繼續存在 原來是那種安定的 即是比起這個 沖喜的作用 其實我們是需要沖茶的 英式的傳統 英式沖茶 我插一句 你說過英女王 我以前 在蘇格蘭讀過幾個小小書的時候 很記得有一個美國仔 有一個美國同學 有一次不知怎麼說 有一次我記得為什麼 因為女王去愛丁堡 很多人見到他 我也站在街上等了他一輪 那美國同學就說 他說在英國很多人不喜歡皇室 不喜歡皇帝 又覺得英女王多餘 他說我不是這樣 他說這個美國人 他說我是很羨慕英國可以有一個女王 對 我發現美國好像很喜歡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就是一種為什麼 我們那時候讀書人 問他你為什麼 他分析 他是一種穩定的力量 他說你花多少錢 很多錢 其實不用養著他 有股精神的力量在 當然如果那是壞人 那壞人你就趕他扯 所以女王來不來出來說一句話 就說會好的 COVID是很慘大 會好的 好像很有說服力 尤其是他夠老 好像見過世面 有什麼未見過 這些可以的了 沒事的 很有說服力 好像好吧 先相信他 有一種不是充氣 英女王出來 不會說 喂 我們現在有個派對 你 你 耶 不是那種感覺 沒事的 OK的 這樣 喝一口茶先 吃一件三圍 有點兒媽在大廳 那種感覺 是啊 鎮住 鎮住那種感覺 黃鴨就不是鎮住 可能我們需要一些鎮住 可能我們接下來的象徵 是普利茶 這樣就可能會好一點 有些人見到普利茶這麼黑 很害怕的 覺得它太濃 其實不是的 不過現在暫時未去到喝茶了 剛才說的一件事就是黃鴨好像是一種充氣式的 突然間 吐了一聲 要嗨的 好像放煙花 差不多的東西 嗨一輪 全城是空洞的 大家很多人很開心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你所說的 就是穩定的力量 好像沖一杯茶 慢慢坐下來喝一杯茶 就是吃個酒吧 或者吃個餅 這些 那我想其實兩者都是需要的 就是人呢 我覺得 你看看世界上任何的民族 任何的地方 任何民族 任何文化裡面 都一定有節日的 是 有很多節日的 就是一年起碼總有幾個 就是反映了什麼呢 人類呢 其實人類作為一種生物 作為一種social animal 其實是需要慶節的 需要festivity的 那慶節日呢 節日這些東西是令到我們高興的 令到我們可以有一個藉口 叫做飲飲食食 打輪卡 打開派對 bring friend 一陣子 就是在亂說無謂 喝酒啊 跳舞啊 但是呢 也都任何的民族 任何的社會 是不能夠單單靠著 這些一次又一次的 慶節的festivity 就能夠度過那些 即是比如說 節日就很開心了 不如多做幾個節日 每個月一次 每個星期有一個節 那你不行的 就不開心的 其實你受不了 因為節日的時候 你的腎上的腺素 會用很多 或者節日呢 就大如大肉 變成呢 一年一次 變成一個月一次 變成每個星期都大如大肉 你身體又承受不了 現在很多人就是這樣 身體承受不了 就是這樣 就是有些都市病 其實就是不停用這些大魚大肉 變成日常 其實是不行的 是咯 即是你有些很高興的時候 你就吃鮑魚 我們小時候就 覺得是這樣 即是白切雞 現在長大了 現在長大了 吃鮑魚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三天吃一次鮑魚 你都頂不住 你亦都沒有人 有什麼東西令你驚喜 人不能夠靠 最重要的是 人不能夠靠著鮑魚 來養生 即是來養活自己 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件事是 所以我就說 這個好像毒品 你只能夠升級 即是你一向吃開這隻 已經不夠刺激了 習慣了 你只能夠再吃一些毒的 難道下次我們做一隻 再巨型 整個太平山那麼高的 巨鴨 還是巨什麼 是咯 所以 即是 他來一次就有效果 第二次都還有 要兩隻打蚵 是要兩隻打蚵 第三次還有沒有感受呢 就不是很肯定 是啊 所以 我們的社會更加需要的 更加重要的 就是 你剛才說的 飲茶 平淡是福 是啊 是啊 但是 香港人是不是不太欣賞到平淡呢 很多人來聽 即是沒有事發生 其實不是沒有事發生 是有事發生 不過覺得那些叫不開心的事 又不想提 或者不給提 是有些不能說的 不知道各種原因 所以呢 只能平淡又過不了日神 那樣的感覺 那於是 就要整些事情發生 嗯 所以就是 周圍找賴市的同學 哈哈 是 是 即是 想有事情發生 是 即是上課很悶 就要搞些事情出來 所以小小事情都要起控一陣子 大家在這裏 其實你講到這一點呢 我覺得現在的 近年的社交媒體上面 就是有這種現象 找事來講 找事來講 找事來搞 就是小小事情 就是圍著來起控一陣子 是 其實起控來做什麼呢 即是還未看真 就在這裏起控 起控 起了先 即是起了先 不理那麼多 那其實是一種 極度不健康的現象 那啊 鼓勵了假消息 因為起了控才算了 後來 假消息 哎呀 又要起控一陣子 哎呀假的 是啊 還要中伏 那才有兩陣子 好過沒有 所以都是要推廣一種 即是坐下慢慢喝杯茶 的那種的心情 那種的心態 是嗎 這個剛剛有機會去過台灣一轉呢 就有感受那種的 就有喝茶嗎 慢活的那種感覺 以前不是聽聞說 你不是怎樣喝茶的 不是多喝茶 我記錯了 不是多喝到龍茶 可能就是 即普利那些 港式奶茶 現在開始身體就不能受到 但是淡一點就是OK的 OK 那就是 人家那個時間流動得慢一點 那種感覺 真的有些不同的 為什麼呢 我們就和朋友一起去 就碰壁了 就發現原來譬如 很多這些餐廳 星期一不開的 哈哈 星期一去台灣旅遊 原來是很大鑊的 很多店舖想去 他們去不到的 為什麼人家可以 一個星期休兩天的 立刻講人的想法就是 怎麼交租啊 那些食材怎麼辦呢 什麼什麼 少了一天生意行不行 那些客人會不會 忘記你 你培養了他們 去隔壁店吃的習慣 等等 很多擔心 但是 人家不擔心 不用怕的 整個社會有條件 整個機制容許到這件事 就算去了英國 都聽過一些說法 就是其實你去到某個收入 你的抽稅會很重 所以結果就是鼓勵大家 不要那麼勤力 做多兩個小時會虧的 就特意做少一點 就好像有些人在香港都說 特意做少人工一點的工 就去排公屋 類似 才能排到公屋 原來可能 不要那麼辛苦 那麼努力打工 是有著數的 不過這個是要看當地的條件 才可以這樣安排 香港可能就沒有這支歌仔 也不一定 是嗎 是 我覺得如果我們 想有一種這樣的 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社會覺得這樣是好的 就是一種慢慢 未必一定是慢活 而是一種 比較平靜 比較 不用那麼多大起大跌的 一種這樣的生活方式 如果大家 社會上 比較多人 認同一種這樣的生活的時候 那麼我想 我們的社會 就有一個責任 或者社會裏面 負責某些主要的東西 某些主要的sector 的人呢 就有一個責任 要去製造這些條件 還有保護這些條件 令到社會是可以 市民大眾 大家可以平安無事地到日的 然後可以 有條件去探杯茶 吃個包 然後久不久 就有一次大的節日 大家一起慶祝 就高興了 就高興了 那些 那些節日 大家就會真的很高興 如果是一個這樣的 平靜 平和 大家是和平和氣的社會裏面 有這樣的條件 給一個這樣的社會存在的話 那其實 我覺得是更加高興的 嗯嗯嗯 就是呢 平淡 和興奮呢 都是需要 而其實它有一個 黃金比例 是的 是的 就是不可以說 高興 高興多一點 盡一點 主要一點 就一定是好一點權力 嗯嗯嗯 就是我的體驗裏面 你的體驗裏面 是的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比例 是的 是的 那所以 可能我就差 我跟年紀有關 我年紀越大 就越追求那種 平靜要多些 大哥 不要經常有這樣的 festivity 有這樣的 節期 節日 很貴牌 是啊 去哪裏打卡 知道有人去打卡 我就 避開一下 一定要不要去那裏 即是星期日 周圍都多人一點 這樣 要逼一下 人氣餐廳去排隊 還是什麼 那你就不會去 死都不去 人氣餐廳 越人氣就越不去 當然找他旁邊 沒有人去 看看他為什麼沒有人呢 哈哈 變了文化觀察 哈哈 是的 所以呢 其實近年 可能我們都講得多些 就是 除了祝大家 什麼 發財 好事 還是什麼 之外 可能講多了 就是 祝大家 平安 平安 是的 平安原來都不是很明顯 現在生日 如果是朋友 我都會祝他們 生日平安 平安 在現在這個時代 很重要 所以比起這個 這麼刺激的 這麼高興的 黃色 橙色 這些 可能我現在 就要 推廣這個 綠色 藍色 要淺色的才行 淺藍色 淺綠色 這些 平和一點的 令人 情緒舒緩 的顏色 有根據的 顏色心理學 對啊 種藍花 學一下我 這樣 我家裡 早幾個月 撿了一些被人 扔垃圾桶的 藍花 回來 沒有花 沒有其他 不過 有 不知道 算不算 有熟行人士 在垃圾站 一起撿的時候 他們說 這些還可以養 應該還沒死 這樣 一人分了一些 就撿了回來 哇 近一個多月來 開得多燦爛 很厲害 就是霧龍 是這個 就是 都是類似萬活 這樣的效果 我這不是叫霧龍 只是 撿一些垃圾 來講 這個是窗邊種植 或者 是 天台種植 或者 有些城市農夫 星期六日 去耕一耕 這樣 都是 大家其實 有暗暗地 就是在這 努力 或者在嘗試 的一些方法 無論對自己 對整個城市 的條件 都是一個的 調節 是 又好過呢 有益過呢 撲去維多利亞 說 影尿黃鴨 是的 那些可能有一次 兩次就可以 但是長時間 我們想想 我們多數的日子 是可以怎樣過呢 是的 是的 好吧 那我們慢慢地 就講了這一集 是的 我們慢慢地 期待下一次 再在這個空氣中 祝大家 6月12日平安 平安 拜拜 拜拜